2017年初夏时节 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战火重燃 柯杰 石岳 周瑞阳 莲孝 彭丽瑶 谭孝 李哲 七名中国顶尖棋手与韩国棋手深圳虚 在河北狼坊争夺四强名额 在线围棋界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 进行脑力运动的竞技风采 在去年岁末的综合预选赛阶段 比赛就吸引了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中国台北的382名选手报名参赛 新奥杯是我们深进举办的一个比赛 但这个比赛一旦开始以后受到大家的关注 因为第一次参赛的人数最多 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通过各个组的选拔了 到我们本赛来还有64位 我想这个比赛在我们河北狼坊举行 我们狼坊市的方方面面 都会对这个非常支持 本赛一段的焦点对局中 周瑞阳直黑中盘战胜韩国棋手孙真戌 柯杰则直白战胜了连校 李哲直黑中盘胜谈校 彭丽瑶直黑以四分之三子战胜了十月 至此中国棋手包揽了四个半决赛席位 在半决赛上 柯杰凭借身后的关子功力 直白以一右四分之一子战胜利哲 率先锁定一个决赛席位 而中国棋手彭丽瑶后来居上 犹如一匹狂奔的黑马 从预选赛一路杀进半决赛 此番直白再胜周瑞阳 从而以2比1的总比分胜出 占得最后一个决赛席位 根据赛程安排 决赛将于12月在廊坊进行 届时柯杰与彭丽瑶将争夺 该赛事历史上的第一个冠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 是第二十二届LG杯 世界奇王战三十二强战的对局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 唐伟新九段和韩国的 李东勋八段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 刘晓光九段 刘老师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来介绍 这个LG的比赛的一盘棋 是的 LG这个三十二枪战的对局 还是中韩之间对决比较多 大部分都是以中国棋手的 得胜而告终 我们看看这盘棋会下成什么样 唐伟新和李东勋 唐伟新在国内排名会靠前一些 对 李东勋在韩国现在排名 前十吧 前十也不错 是的 总的来说也是能够比较较上进的 还比较接近他们的水平 是的 唐伟新 我们来看这半棋 唐伟新是黑棋 下小木 小木 白棋行为 它那边又是小木 搓小木 搓小木 又是这门小木 然后黑棋是在这边挂 对 白棋也是小木挂 挂一个 对 这个也是普普通通的 但是现在黑棋呢 过去的选择可能 就不像现在这个 现在马上就尖了尖顶 对 以前或者是选别的居多 现在是就尖顶 尖顶最近下得多了一点 小木 尖顶 以前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因为这个觉得那个角上啊 这个木并不多 在这么选这个定时 最近可能也受这个 这个这个阿法构的影响 有关系 对 现在走了这个 然后白棋呢 是他这个也走的是比较特别 靠这个 这个布局的两个 上下两个角的下 基本上就很少见得着 这个鸭呢 如果拆一个 他怕它飞鸭 这有这么一说 现在他是先鸭 杜绝你飞鸭过去 那这个也是定时了 这都是定时 这个也都不是特别的奇怪 算是定时的一种 好 贴起来 贴一个 贴一个 对 他是选择贴一个 然后在这个地方走一个 这个地方呢 这个 其你要说 也是 也是一种下法 他让你看你补在什么地方 先看你的那个补的方式 你如果虎一个呢 他在那中间分头一个 你 如果你要走别的 他反正是先看一眼 先压一个 给白棋留个断点也好的 以后这个断点即使不断 远远地瞄着 这一类的刺牌下 他有点难受 这个呢 就是轮白棋下 白棋呢 他走得有点不一样 通常可能会 比如说拆一个很多 或者拆在四路高位 拆这个地方可能会多 或者拆往下一路也有 这个两个点选呢 最多 可能会这么下 这个比较普通 你断了他就跳 但这个下我觉得 是非常普通的 要我 我也可能会这么选 假如说这样 对对对 就这一类的下方 这个是最常见的下方 那么现在呢 这个李东勋呢 他下的一个比较夸张的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搁错地方了 他走在五路 怎么搁得这么高啊 这个棋呢 这个我不知道 我给他是 或者下面两路 我是会选的 拆三 或者是拆四路 拆在三路或四路 他拆在五路 这个就有点夸张 这个呢 你要说一定的不好 也没有这么说 那你要都是他的空 那不可能 这肯定人要进去 不可能要 那就要让很多子了 这个棋呢 拆这么高 有点稍微 就是说有点 夸张了一点 我们也夸张 或者你有点欺负人 这个就是黑棋 看怎么样对付他 黑棋你现在 那下不得 其实你要说他走在这 我就往下面走一个 他也吃不着 放在这的话 活棋应该还是很 他也吃不着 我觉得 就放在这 对对对 但是唐伟星呢 他不 他是他没走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诧 这白棋下在这 下这 他们下的这个棋 这盘棋有点意思 他们下的精神 让我们诧异的地方挺多的 不光如此 我们往后面看 黑棋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他是想什么的 让你不断 我再往里面拆二 这个呢 就更加的就是舒适 你如果你白棋不断 那我往前一拆二 你这个高位的效率就不好了 所以拆一个 看看你走什么 你要是 看你往哪个地方补了 他如果说往这一带 你看你走什么 我也很奇怪 我不知道 逼紧一点 逼紧一点 你看这个形状 稍微就有点怪 我觉得这个子 实在是有点奇怪 以后你要小心人家 穿腥味穿向眼 对呀 这个棋呢 他也很有可能断一个 断这个 对很有可能断一个 大概是这样 总之来说 应该说黑棋有棋下巴 你这个形状不太对 那么这个棋 他怎么走的 这个地方都不是常规下巴 都是有点让我们 有点费解 你要说 他以前活着 没怎么见过 你要说他一定好 我们说不准 现在他们只能说 他们都有独特的想法 现在都受到 现在理论上都不能说通了 很多棋都说不通了 要靠实战来解决 现在不管说什么 实战解决再说 你只要实战能够赢就行 现在他走什么呢 他靠一个 是吧 靠在这里 对 靠个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你退 就是你的房这个断 你要往后退一个呢 我下法就不一样了 先让你 考验你 你是退呢 你还是搬呢 就等于是让你来做个选择 所以靠一个黑棋呢 他也不退也不搬 他来个更加不一样的 他直接就给他断上去了 直接断上去 这个够狠的 直接断上去 直接断上去 这个棋啊 也是 这唐卫星比较有个性的 对 他觉得你这个形状这么松散 这么多的断点 你居然还要靠我 对 我现在给你先把你断开 直接断也比较凶 其实这个 就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比例啊 大家也没有什么 定式理论这么一说了 大家就来作战吧 实战解决吧 看谁的力量大 那么白棋呢 就走常规的 他是 他打的外面 打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长 他就双 对 然后接下来就看黑棋怎么出招了 你这个地方怎么补 你这个棋 黑棋这个棋呢 也是 大家还差一手呢 对对对 这样呢 黑棋也不知道 下一步走什么了 因为也不知道走什么了 你要是说 打这个不行 打这个被他一长 这边有斑 那边有长 有打 也不好斑 打这边还有个斑 你补了他那边 所以这样的话 黑棋并不好 所以黑棋下了 在打了之后啊 黑棋下的也是下了一个狠的 你看 他下个什么狠的 冲一个 冲一个 让他 他也这个棋 既然冲的他也要抓掉 对 那只有提掉 这两个子不能被提掉 一般来说 被抓掉是不肯的 是 让白棋抓掉是不肯的 然后黑棋来一个狠的 他可以彻底割断 就作战了 这个让白棋看怎么办 这个白棋 如果说不想被人家打一下 那这个团也不对 团就不好办了 团如果被他断 你下一步这个打你受不了 是啊 你要说 他比如说他现在断一个 这一打就晕了 几打先 对 他就爬过也行 对 对 这样的话 那么就把脚上吃了 斑沾 吃掉 这个棋应该是黑的好 对 我觉得这个黑棋满意 把脚上都给吃了 一会再斑他一下 还可以 对 这个以争自有力 跑出来都不得了的事 是 这个棋形状 当然这个黑的好 那么白棋 这么俗走 可能不行的 那么这个棋的割断之后 看着是让白棋抓了一个 但实际上黑 白棋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手段 不太好笑 不知道该你怎么办他 有力的就是能对他有形成一个大冲击也没有 他我们看他的实战吧 他从这顶断了 直接的 这就是大家就硬着来 硬着拼 白棋这个脚他不肯随便死 这个脚你要不走 这个脚是死期 对 这个脚是死期 黑棋只要当弯一个就可以了 当弯一个就死了 怎么走反正都是都有死的 这个白棋得走 但是你看往这边走还往那边走 如果你说往这边走 他说搬一个 另一个 搬一个 弯一个 或者走一个 这样 对 你搬沾 对搬沾 他搬沾也先手 对吧 那他往这边拆了 黑棋就往这边拆了 对 黑棋这个先手能提到一下 这个靠那就没什么用 对 你这从外面搬也没什么了不起了 那这样 这样黑棋是希望的 对 这样黑棋不错 这样他就是上面 你搬下去他就往上搬 这个他还搬沾先手 没错 而且他提掉这脚上以后 有可能还有打结的手法 就说这个他搬那边不行 那么白棋走的什么 我们看实战 白棋呢 他立下来 立下来 黑棋也比较狠 黑棋就给他直接不让他活 对 他的搬沾 搬沾 不给 就让你去补活 你补活呢 你要肯缩回去补活 那当然很高兴 你要是拐一个再去补活 这个 拐一个补活 对 那黑棋便宜了 黑棋再疼先手 或者往那边拆了 是 黑棋希望这样 那但是这个棋呢 你要他不补活 他脚上你要来吃 收气也很麻烦 他实战 他不是马上去补活的话 黑棋高兴了 所以这个脚上 也是有点那个什么 变数很大 他走的什么 他搬下来 搬下来 这个黑棋下的够狠的 不黑棋 本来以为他敌了 能断一下就行了 本来我觉得就搬起来 或者怎么样 搬这个 对对对 这一类的 都渴 怎么会他走的狠 他是走的这个 他长出来 长出来 两个人下的相当狠 相当狠相当狠 这个棋我就 就有点被他 被他 看着有点晕了 有点吃惊 看着 因为现在好几块棋 在纠缠 对纠缠 脚上也没活 对 但是外面呢 黑棋这块棋的联络 已经被割断了 这棋应该怎么办 其实低杆呢 我自己觉得 这个这个栈是很 很普通 很普通的 栈上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那个下法 黑棋 可能最狠的 或者是 出来这个 我怎么觉得 这个团应该先手 这是以后 飞出来 飞一个他受不了吧 是不是得拆一下 拆一个 对 拆一个 拆二或拆一 我还有点纠结 然后 我看白棋 把这个 你比如说提了 他搬过 这个可以考虑下 这个可以考虑 是吧 这样的话 白棋 我觉得作战 还是可以考虑 冲了就渡过 然后你紧着气 这样作战 有得下 是的 这样的话 我觉得白的 我要选 可能会往这想 想这么下 是吧 想这么下 对 我觉得这个 肠挺狠的 肠卫星 挺狠的 当然他没有这么下 白棋没有这么下 当然这个变化很复杂 我是给他这么设计的 我觉得白棋 要是这么狠的话 黑棋 这个白棋 要这沾上 黑棋怎么硬呢 他没有走 他走的什么 他立下来 他立下来 他更狠 更狠 这立下来 都是相当狠的气 他想着什么时候 反正底下能见过 对 那是有过 但是黑棋搬起来了 搬起来 对 糊了 尝出来 这个地方太复杂了 投出去 他反正这随时能提到一下 对 你现在沾 他沾上对黑棋 没有什么威胁 现在等于三块 一块两块 三块四块了 这这么还有一块 这都乱了 全乱了 这个现在都拽着 所以这个就是 真是比力量压出来 这样的话 对黑棋正好是 没有构成特别的 威胁 刚才他这个厂 我觉得稍微无理 如果白棋 选择这团 沾上的话 对黑棋可能威胁大一点 现在这样的话 反而对他们有威胁 因为他提先手 断又断不得 断不了 那么现在白棋 白棋压出来 黑棋把这个挡断 这个可狠 这个行的挡一个 倒是下一步 这个一点脚上气不多 对 一点就杀白棋了 脚上没什么气 能把脚上杀上 这问题都解决 那块棋跟这块棋的死活 都不解决了 现在他挡一个 现在脚上局部 白棋竟是尽死了 对 你如果黑棋 白棋搬这个 他就那一路一点 他到时候给它吃掉了 是的 白棋他还做一个 白棋他还做一下 做一个是好奇 他就想让你来吃我 你怎么吃我 他看你是怎么吃的 如果这样 对对对 假如说你不想走成 盘脚去死 你爬一个是盘脚去死 脚上 这个吃起来你累 你不知道怎么吃 吃起来 你要搬了吃完 被他一提 那他气会长很多 你要硬来吃 不是不合算 现在马上吃的话 反而是白棋最希望的 你如果你搬挡 这个不行 对 你把他一提 他提一下 对 你挡那边 白棋从那边收气了 白棋从那边收气 那边 比如说蓝一个 对对对 这一类的收气 你那个气就 收半天你还在打结 吃个有可能吃着 但是打结很麻烦 对 这其不便宜 所以他不敢这样想 先 黑棋暂时也不要点了 他是 他先提了一下 先提了 真厉害 打而怀疑 打而怀疑 先把他接上这个灭掉 然后呢 踢完了之后 拐到外面去了 对 拐一个 对 现在 现在有点 这个脚上 你要活了 并不得 你要现在去做活 让黑棋再加手不好 所以他就想办法 来攻这个黑棋 对 所以在外面 这个头还是很重要 如果被人家拍进去的话 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所以白棋 想法从这边先动手 他飞了一下 往这儿飞 这个有点乱 对 确实是 太乱了 因为这个脚呢 如果黑棋要点杀的话 刚才我们摆的也是局部 要不你就做成盘脚去死 要不你就搬一个 被人家先手提掉 做成一个结的形状 那你本身这四个子气也不长 吃那个脚 你吃那个脚 吃起来有点累 对 最好是让对方来吃我 是最好 对 好 现在是收这个棋 所以黑棋先飞出去 先飞这个 好 飞这个呢 也是有点奇怪 这个也没说彻底活 这个也没彻底活 这中间的白棋的形状 有点乱 这个棋呢 反而我在唐卫星下那个棋里面 经常碰见他 他经常是很混乱的 混乱 对 他的棋风是这样 你看着不起眼 觉得他很乱 但是呢你赢他不容易 对 是的 是吧 跟他下期就有这种感觉 有这感觉 他后弯弯很强 对对对 他总是很擅长 从一些你觉得很混乱的局面下 他找到头绪 这一盘那个李东勋 可能要尝尝唐卫星的手段 让他肩住 对肩住 爬一个吧 爬一个 爬一下 挡住 这个黑棋也没 还没彻底活 但是呢也 他又现在又是不是来吃他了 他先击打一下 击打一下 先把他的形状给打得很难看 你打一个 你说这棋筋啊 你不能不沾 然后被那一扳 对 棋筋掉了 然后再扳 然后他再扳你一下 他让你变得很恶心 对 就是说让白棋的形状呢 稍微的差一点 像难受白棋 对对对 那么 然后再点他 哇 这个棋 这个时候来动手吃他了 黑棋这里是有一活棋的 他几个先手 对对对 活了 现在他那个棋啊 是长了 这么呢 你要来吃黑棋呢 就难了 对 这个时候他来点你杀你呢 就条件基本成熟了 现在走了这个之后 白棋就 你没压我就拐这个 这个的确很大 本身黑棋本来压 也有点先手味道 基本上是先手 这个的确很大 要是我不点 直接再压两下 我都也想 至少我也想 白棋很讨厌一件事是什么呢 白棋如果说不拐的话 假如说他 比如说他走在这边 你想把这两个子扳死 对 但是你发现扳死是后手 你这个依然断不进去 再断 对 暂时断了被蒸掉了 然后人家就特别妥妥贴贴 往上压一个 黑棋再压两下 黑棋就往上压就行 对对对 压得你不长也难受 长也难受 反正怎么下都不对劲 你倒是把这两吃了 这脚已经被人家点死了 所以肯定是白棋不太好 这个棋 这个地方特别的乱 白棋不好下确实 白棋拐我觉得是很大 这个棋我觉得很大 对 这个要大 这个要走的 黑棋也很顽强 两个人就拽着走 其实你如果这个棋 把那个吃掉 脚上吃掉 你其实觉得挺满意的 也差不多了 他把人就搬掉吧 现在他不 他是要走这个 他是觉得脚上我把你吃了 外面我还要继续攻击 这拽着你这几个字 你要断的时候 他气掉算了 给你那个活 但是白棋一看 你这个棋还来供我 那我不 他是要两个人 就拽着来 到这个 然后这个棋呢 就 截住 截住 粘住 这不能不截了 这个棋有这个断 也得虎了 对 然后黑棋跳一个 那这个又拽出来了 大家又开始互相对攻了 这个棋 非常的乱 特别混乱 非常混乱 这个你要说 哪个一定好 现在说不上 说不上 现在说 哪个说一定是 但是不过 战优 这个棋值得探讨的很多地方 现在呢 黑棋这么硬拽出来呢 他是借这个力量啊 来 就是把这个拽出来之后 那个脚上 我吃起来 如果吃掉的话 就是说他 收获也不小 是的 现在看白棋 走什么 现在关键这块棋 还是处于一种 未知的状态 未知的状态 但走啊 不走不行啊 这个棋 白棋 你得跟着走啊 他下得难受 他又不知道走哪 如果跟着压呢 那人家很高高兴兴的 就把头藏出去 是啊 如果你飞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就跟着往前插也就行了 对 所以他不甘心 在这里 是吧 他要求先逼你一下 这个棋呢 就是借工你这个 你大概 如果你尖 他就往前就飞出来 那他逼到一下走好 对 两头再给你撤 我这一块 你那两块对跑 大家对跑 应该说白棋这样好 白棋希望走成这样 那么 但唐伟欣的招特别狠 他走 他对 他也没尖 这个不尖 你要拐他扳 那正合适 所以呢 这个棋他走什么呢 他顶了一个 顶一个 他觉得你要再走 我就把你跳死了 这个跳上眼见的 你如果不走呢 我下一步一扳 那你这个 对 你要顶他 跳出来 这个挺狠 这是像的 这种都是比很招 像现在呢 白棋 你说 不如常 他跳 要么现在白棋 就几个选择 要么走这个 走这个之类的 可以考虑 白棋确实有点为难 我觉得就有点难下 或者飞一个 也是一个考虑 飞出来 飞出来 飞出来普通 普通是吧 是 飞出来 你这么搬 他再往外走 也是可以 现在他走什么呢 他走了 他实在唬了一个 唬一个 唬一个 这个棋 好吗 这个棋 不知道 唬一个 我觉得正好被他搬住了 我倒觉得飞出来 应该比较普通 往这边过来一路 现在被黑系搬了 您就说飞 他搬了点 搬的地方 觉得先把头给出来 对 飞应该走 搬的地方 现在被一搬 这个白棋 就要 你还得往外出头 这个形状被搬一个 有点难受 确实 是吧 被搬一个难受 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 黑棋刚刚搬了一个 接下来 白棋这棋 怎么出去 有点难受 下来 有点难受 确实 这出头也变得很困难 那么接下来 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战斗 依然是还是很复杂 虽然说白棋 难下一点 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 是第二十二届 LG杯世界 棋王战 三十二强战的对局 由唐伟欣对阵 李东勋 刚才和刘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白棋干虎 被搬了一个 怎么办 接下来 这个棋白棋有点难受 白棋怎么办 只有这个往前走 虎一个 但是黑棋这一打 它有点难过 这个沾上说不过去 如果肠背又提节 你这个棋还是带断点的 沾上背一扳 这个棋还不见得够 所以走什么的 这个棋白棋有点难过 所以它就先 在那个地方挡一下 让你再来吃我 这个棋就是说 白棋这个有点 哪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 就前面可能飞出来 好 现在就是白棋 把这个黑棋 把这个拽进来了 对 好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 那你既然不硬 我就先提节了 把这个子先抓掉 你这块棋死了也很大 让你去活 你要活了 我是不是考虑 先把它抓了的话 它一块要死了 它也可能要先活这个 活那个也可能 这节反正提过来 也不要黑棋命 黑棋就慢慢下 在这一带 对 好 它就走了这个之后 那么现在该白棋下 白棋团一个 白棋现在不肯活 它要来吃你 对 对 它是说 它不肯补活 让黑棋补活 是这样 你如果来搬了 吃了 它提完之后 来给你 让你收气 这样里面是个 打结的那种感觉 一打结呢 它收着 全给你包紧 这样呢 白棋希望走成这样 那个收气的话 白棋好 对 它现在 这什么都没有 它可以拐完了 从这边搬了之类的 从那边搬 对 收气 好 我们来看看 但是黑棋也够狠 黑棋就搬过去了 在这 黑棋搬过来 白棋是不是提这个 提一个 提了一下 但提一下之后 黑棋要求 尝到外面 把你全部吃掉 它要全部 你贴它 能搬住 把你全部摁进去 对 它要吃的大了 你要现在肯补活 虽然说我这死了 但是这你就全部阵亡了 对 它是说 你现在 你比如说 你白棋 补一个 不管是搬 还是补吧 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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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这吧 它可能会唬这个 唬这个 这个棋呢 以后 待会搬了 以后就飞一个 你这个棋都是先手 搬了长都是先手 对 这个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味道不好 味道不好 我飞一个你都不知道走什么 搬了长你都跟着贴 所以就走这个 跳的这个位置 对 黑棋往这一走 黑棋白棋很难过 以后走这 对 你如果不走的话 我再飞你可以坏身了 对 这个棋其实就是先手 所以这个虎特别大 它走的什么呢 它是走了长一个 白棋 它是先要一下 是吧 在这个时候 白棋现在长一个 对 长一个 它担心黑棋虎 就是黑棋这边太壮大了 一会儿再强到那个挂脚 其实长一个呢 就是想你的蹄啊 还是粘啊 你得给我补啊 结果呢 唐卫星又是出乎你的意料 他理都不理 他结果不走了 他走那边 哎 我一般的情况 你黑棋总是补一个 然后白棋再去补那个 或者补脚 把那个吃掉 现在他补 他走的什么 你看 他加一个 加一个 他说让你来 度过 我那先度过 把那个气藏出来了 你再想吃我这个 黑棋啊 不容易了 这个白棋不能理 本来你那个 搬进来 它是那个棋 现在不 现在是那里边就乱了 对 他现在等于说 他这气藏出来之后 白棋得赶紧补脚了 对 如果不补脚的话 对 他就搬 人家这样气藏好多心 你如果在那边走的话 比如跳一个 或者尖一个 随便走一个 他搬 搬 对 爬这个 对 这样 对 他给你收气了 这个气它长了 这样的是白棋的 就黑棋的气要长了 长过黑棋了 这里面 你要靠称这个节 这个节就是 缓气节了 对 这个棋是白棋不愿意接受的 他走的什么呢 用那个长气了 现在黑棋 这么硬长着气 让你过这个地方 给我怎么来 你要是直接动 也不合适 那个要死着 其他来补了 白棋弯了一个 我把这个活了 让你这个棋要活起来 累了 你黑棋活 只能是尖 在这儿活 活完之后这么点 还有打结 对 所以他希望你看到你这么去活棋 然后我们看他走的什么 黑棋爬了一下 爬一个是什么意思 爬一个呢 就是说我黑 白棋铺一个 以后我挡了 是先手 他还是要一个便宜 让你白棋去铺一个 我看是不是跟这个断了之后 跟这边的气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黑棋如果挡到这下先手的话 这外面气紧住一虎 这个打尸先手一虎 有关系 白棋死了 他就是说看你如果铺一个 我以后挡一个呢 我有先手就不一样 对 就让你白棋补一个那个一一啊 你去补一个之后呢 我这个挡 假如说是这样 假如说这样 打尸 对 他的那个气有关系 他这个打尸先手 我可以先不走 回头如果要收气的时候 比如说白棋断进来打劫 我拐在外面 这下先不走 他就是想 他和那个有一气的关系 这差一气就差飞了 他希望走成这样 但是呢 这个白棋呢 没有走 白棋没有去铺一个一 白棋没有走那个 白棋走什么了 白棋耐不住了 白棋他是走这个了 他说你老不动啊 我得走这个了 贴一个 贴一个 好 这个白棋 黑棋 把这个提了 对 然后这个结才是个问题 是啊 现在白棋怎么找结 找结 走什么 你找这个结的话 损一气 损一气脚上就不活了 他如果走这个挡住 这已经不活了 这个结不肯走 一直是不愿意走的 这个白棋是不能走的 对 那个结损一气 这个脚上死活就不通了 所以呢 他找全盘找那个结 他找到那个结 白棋靠下来 觉得那个结是个大结 实在别的调也找不出什么结材 是 是找不出 这个棋啊 他要先跨一个再断一个 那结还变大 现在他不 这个时候跨呢 黑棋依然就把它给削了 把他抓掉了 这个我觉得削掉是对的 削掉也挺厉害的 不我们看这结果觉得挺挺有意思的 现在白棋把这个拉回来了 现在还轮到黑棋下 然后黑棋把这个一一一长 等于说这 这儿已经全死了 这毫无疑问 这个脚呢 现在是个盘角去四 但是盘角去四 是一个捷径其亡的状态 是什么问题呢 这黑棋气太长 你没玩跟他杀气 但是这个一一啊 这种吃法 我跟你说 很少有的 这个我所知道 以前黄德勋跟聂有平 下过一盘这样的 一一吃过来 那是个名局 就是黄德勋反而把聂老给吃了 但是这个棋啊 一一走完之后啊 其实你要吃黑棋 这个棋的最终结果是个打结 对 脚上是个结 但问题在于 这个结是要白棋先扑进去的 哎呀 这个其实挺复杂的 但是这黑棋气太长了 你没法跟他杀气 你一边收起 然后人家可以先脱先干别的去 等到气差不多了 他再跟你打 就晕过去了 但是里面也有个 存在一个结材的问题 是 以后续节干啥 挺复杂的 这个 是 这个 这么个吃法很少有的 一一来把白棋给吃掉 其实那个刘老师 刚才提到那个聂老师 跟黄德勋的对局 我知道聂老师 他有一个苦手 就是黄德勋 对 过去有这个传说 很有意思 他们有故事 有故事 对 黄安健老师当时 因为战绩非常好 全盛时代 但是他老是下辈 黄德勋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黄德勋是老前辈了 比他年纪还大 就有一个棋局 现在这个棋 特别奇怪了 挺复杂 这还有一个规则问题 这个棋呢 就是我们的实战解决 实战解决 就是实际上里面 是一个叫 盘角驱寺 盘角驱寺打劫 实际上中国规则 跟日本规则 还是有点区别 要是日本规则有的时候 判死 但是外面有杀气的问题 对 不是应该强行判死的问题 到时候肯定会受气的 好 我们来看实战 看实战 白鸡巴那个吃了 也是 也算大 但是呢 这个干净了 吃掉 应该说黑棋还算不错 现在呢 关键是走了这个之后 黑棋啊 它还 还是不拉 它扑了一下 先扑了一个 对 然后在这儿小尖 但是小尖完了之后呢 这黑棋 我们刚才就说的这个问题 虽然是个盘角驱寺 但是它可以一直搁着不走 对 白棋的气它不长 黑棋的气长 你这从这儿且收着呢 对 从这儿开始收的话 有四气 一二三四 说到四气才收到这儿 还没算这样 它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怕你啊 这个一尖 或者一跳 这个地方坐一个眼 就把那个无劲而中了 把那个就吃掉了 现在就让你收气吃我 但它不是说马上收 它可以先搁着 它先搁着 不着急 它这一尖 黑棋走得更狠的 它是来这个 直接啊 直接的就要活出来 对 你看这个地方 虎一个 打一个 粘住 然后粘住 把脚给活掉 这个也够直接 现在一点 一毛不拔 先把脚给拿着 让你后面再来 这个也算我吃着了 这个也吃着了 脚还活了 但是你弄了一个厚皮 对 不管 现在白棋是挂的 你挂完之后 我还要进来 太吓得很 所有的都吃 我都要 这也吃了 这也吃了 那脚也活了 你这厚皮 我视而无睹 其实那我干脆就 你知道你进来 我低挂一些 对 我也觉得是 低挂好一点 现在它走得很 它低挂呢 它进来就不好意思了 现在它高挂 直接就进来了 然后呢 它跳一个 好才往上跳 定是往上飞的 它是往这跳的 但是这个它有道理 这个厚就不怕了 你那个厚啊 可以视而无睹 无忧 我这门铁的一个拔花 这个无忧 大胆的踏入 这个棋 下得白棋没脾气 对 下得没脾气 这个棋它也下得好 白棋拿它没招的话 干着急 我觉得 要么就低挂 可能好点 或者说你采用点别的办法 别就这么跳了 或者顶一个 或者走别的 现在这样的棋呢 白棋 它走什么 它是走的这个 它飞了一个 它也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我觉得 它已经晕了 它不知道 真不知道走什么了 你跳呢 它就拆二 它是飞的这个 它还要 它都要 真正的就是唐卫星的棋 这简直是 所有的棋都要 你来吧 反正我就 你就拿出招来 对 你要对付不了我的话 你就准备受棋 这可能让对手有点发毛 不知道 拿它都没 你这个又吃不着它 吃不着它 你那大厚皮 就等于是没啥用 不发挥 对 现在白棋呢 走了这个之后 跳了一个底下 二路 它是跳在这 大吗 我觉得它 很多时候 白棋之所以 下一步觉得 有点奇怪 是因为它不知道 咱该怎么下了 这个局面 被它弄晕了 对 它不知道怎么走 你是走外面 还是走里面 走外面好像也拱不着 要我说 普通的话 这个别走 走在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多见 就这一招去 走在这 你要现在拱它脚 跳它脚 它必然是往外飞 你这两个要么走上面 肩好还是跳好 都不一定的话 可选的时候 都不要走 对 都不走为好 干脆直接走这个 可能会还好一点吧 现在你走这个 它必然是飞起来 是 必然飞起来 飞起来很明确 反正我每个子 你这两个交换 是不是合适 你再走就不见得 你要单走呢 这两个就保留 比较好 现在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 然后白棋 再往这儿走了吧 小飞了一个 小飞了一个 这个挺大 被挂一个也很大 应该这儿都有翘起来 挂一个相当大 再往这儿走 好 黑棋可以往那拆一个 那个拆也挺大的 是啊 唐星的这一拆 你那个再围这个后皮围空 就没啥意义了 那个位置 黑棋挺好 对 我觉得黑棋 每一步棋 它都很明确 就是说白棋 就是说没拿到黑棋的什么 拿眉招 这个棋不行 对吧 对 这下棋得拿出招了 这个棋下的 就是说没脾气 黑棋 就是处处把你的 给要点给打住了 你自己身 你没什么 拿不出空 老想 你的后势都不发挥 你的优势不发挥 这个棋就是说 这个棋黑的得势了 白棋就是看来 这个没下好 这个被他 这个时候搬一个 搬一个他就立一个 这个被他便宜 这个是他的 对吧 在白棋 再点一个 点一个 就是试试他的应手 你如果唬一个 以后我挡 可能会有点便宜 这个时候黑棋还不给 就走在这里 一毛不拔 对 因为它这个 通的 对 太厚了 对 它都是连着的 里面都是黑的 都关在里面 没有什么威胁 现在那么白棋走什么 白棋 白棋 找打的走 他是走的这个 对 这个的确大 是吧 这个也应该是挺大的 那么现在等于是 这个时候呢 就是黑棋 来使使招了 黑棋呢 他下的挺好 他走什么 他这个棋走这个呢 他是你是跳呢 还是尖呢 这个看你 他在之前呢 你应该找个便宜 他来一个这个 先试你一下应手 你如果沾上呢 我这个便宜了 对 便宜了 那看你走什么 在一般呢 他走的这个 他走这个 顶一个还是比较普通的吧 普通 普普通通 但是被人家又顶了 顶一个 顶一个呢 这个棋呢 普通的是 你大概是挡住 或者是长 一般是挡住 我想 你搬呢 我就搬一个 大概都是这一类的 你再往前走 还是走什么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 如果反对靠 可能还得走一个之类的 怎么 就是这 这就看 这样呢 这是一盘棋 慢慢来 旁边再靠下去 对 这以后还有靠下去 对 是吧 这个是普普通的 往前走 大家收收幕 如果以后看这个定型怎么样 以后还有一个结的问题 但是他实战这个时候 白棋 显然有点着急了 我觉得 他已经心情不对了 我觉得心情不对了 主要是这一代 这一下子好像跪石 他看着不起眼的招 觉得你这样有点无理 或者 但是你又拿他没有办法 这唐欧星就是这种棋 对 是的 我们了解他知道 他很多棋都是这个 就是这样 你拿他没有办法 看着你觉得 你以为觉得他的行不对 可是呢 你越走你不对 很多人都这么输给他 现在白棋有点着急了 白棋走什么了 他没有去挡 他是靠下来 直接使蛮劲了 这个棋呢 我倒觉得不对 你这个棋啊 自身有问题 这个 这就是唐欧星 等着你就是这个 对 这个棋呢 就开始 这个地方形成作战了 他的拐 你不能打 打完之后 人家就给他打穿了 这样 拐一个 粘住 这个棋呢 还考验他 你如果顶一个 被他一扳呢 还难受 对脚上的死活 黑棋还更加有利 没错 他扳着一下 这个死活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大家以为 不要以为 这一路扳无所谓 对 你这个粘上的话 被这一打 一粘 他一扳 你这段也没事 他就跟着走 这个都没关系 这个棋 这铁厚 你再插一会 我就把你并并断就完了 白棋你对黑棋发棋警弓 到时候自己死进去了 所以这个棋 他走的什么 我们看看 这个棋 在这个时候 对 他还 他单长了一下 没办法 然后黑棋打一个 搬住 其实这个时候 唐卫星 你给我反击 我巴不得呢 这个其实是 白棋有点 有点过急了 这个地方点一个吧 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先手 对 这是白棋先手 但是这个棋 就给白棋封进去了 对 你这个 这中间都算封死了 你只有在这个地方作战了 怎么办 白棋 其实你现在像这个对杀 是 你看 黑棋 你本来要吃黑棋 自身就给包进去了 是的 其实这个地方过分了一点 他走的这个 这一打 成了一个打结 是这样吧 对 黑棋他能不能 如果说单力的话会怎么样 这个局 单力 单力倒是一个比较复杂了 这个 这个可能需要计算 这是计算 单力的话 如果单力 它是点一个 它是沾上 好像只有沾上 如果猴子好像气太紧了 对 这个棋 但是这样 气是不是也不太够 觉得 你说这个 黑棋 黑棋 这个我还没有算过 这个棋 白棋 黑棋是走什么 黑棋沾上吧 沾上 沾上 他就冲了班 不见得 这个棋 明了一点 对 这样 只有冲了沾 冲了班 沾上 然后他紧气 是吧 紧气 对吧 那么再紧气 白棋长一棋 再紧气 再紧气 这棋 白棋快一棋 对 白棋快一棋 所以不太行 不太行 所以那个打 实战还是对的吧 对 是吧 单力不行 实战是对的 实战他打 黑棋靠这个打结了 打这个 他走这个 踢结 踢结 现在就找结了 白棋先挤了一下吧 先挤的嘛 这个先断吧 他先挤了一个 挤一个 考验一下 这个断了之后 气不对了 如果你不硬的话 白棋断进去 对 可以 所以他粘住了 所以这个就粘上 好 他踢结 然后他是粘住 是吧 对 然后他再点 这个是 是一个 那个什么 结住 是一个死活的 必然的 现在度过的话 黑棋一粘 气就不够了 现在他就必须 靠这个打结 必须靠这个打结了 这个一粘 黑棋一粘的话 就气就黑就多了 现在打这个结 但是这个结材 你要很多 是的 需要很多结材 结材 因为他要一边收气 一边打结 然后白棋 他不单单需要 几枚结材 这里面倒是结材不少 他提 他走这个 他提 是吧 我只能说黑棋 真的是一毛不拔 他连这个转换都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 现在这个地方 还挺有意思的 叫吃的时候 你不能做这个 做这个是连环节了 对 如果你这么做 我提 你提完了 我再提那个 连环节就是黑棋杀白棋了 所以你只有度过 对吧 只有度过这一首 然后他还可以再提一下 这个棋再粘上 粘住 找结 找结 再提这个 然后白棋 黑棋提这个 是吧 你粘回来 然后再提找结 然后再打吃 他提 对 再终于走成打结 然后他本身还有一个结 然后黑棋一提 这个时候啊 白棋找结 就稍稍的困难 本身最得意的结材 不损的结材 都走干净了 那怎么办 白棋外面之前 就是他点的时候 黑棋沾上 他断了一下 先断了一个 之前断了 对 这之前断了一个 不是现在的 现在他怕他收气 还有可能收气 要先断了之后呢 和刚才不一样 就走成这个时候呢 现在白棋就有点找结啊 就看别的地方都没结材了 就需要找自己 就难了一点了 和刚才那个什么 闭眼睛啊 不损 一点不损啊 没关系 现在就损了 他走的什么呢 他走了一个这个 长 长一个 在这儿 这争子有利 这个长一个损不少呢 对啊 按理说 如果说是在前面的时候 就这种长 是绝对不能考虑的 说死一个 变成死成两个 关键是在当中 被人家提两个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不只是两目 多一个 真的 绝对不是两目的事 这个其实找这个结 真是叫割肉了 这个特别难受 因为别的没有结材了 实在找不到结 这结如果打输了 那也不用谈了 就别的地方的木树 根本就玩不回来 结材有问题 他走这个之后 然后提 好 该黑棋找结了 黑棋找哪个结 黑棋是找了一个 铺一个 他这个也是损结 他这也是损结 这个损结跟这个两个 就看比着 看谁损的少了 那还是这个损的少了 我觉得 对 这个是铺筋 如果一旦吃通了 那这个脚就全死了 大家比 这一片全四分之一 那个倒不损气 本来就气倒不损 所以白棋不能为了 说把这五个气了 把那个脚吃了 那样的他也不够 这个气 转换他肯定不行 对 这五个太大了 吃通了 这都不存在收气问题了 那白棋这个时候 找这个结不行吗 管这个结 管一个他肯定要硬吧 管一个找这个结不可以吗 肯定得硬 那再提这个结 不然被接上了怎么能 那找这个结不可以吗 可以啊 我觉得那他应该找那个结 对 他反正中间 我觉得他已经 那白棋应该找那个结 就应该好得多 他就为什么不走 找那个结 他实际上走的 我很奇怪 他走的是 走的这个 他好像觉得 反正已经跑了一个了 再跑一个也没什么 哇这个太大了 然后打一个 是吗 结上 然后再 然后走这个 然后他又来一下 我的天哪 这个棋 走这个 然后呢 黑棋顶了一个吧 顶了一个 不走 他有一个一路搬回去 他还硬 对啊 他走了 然后白棋呢 白棋上面搬住 搬这个 对 被他一提 他又跑一个 这个受不了 这受不了 这个跑得太多了 没这么下的 然后再提 黑棋呢 再损一个 再搬一个 搬一个 这个我真的是不可理解 走一个这个之后 黑棋再提 这个棋 我觉得 然后呢 他还来一下吧 还来一下 再接着跑 反正都已经跑了 这么多了 我的天 这哪有这么跑 这职业棋手 很少 再送一个 再送一个 对 这就比打结 不是 白棋现在 不好意思再跑 他找着这个结 然后被 不是 现在是该 黑 现在黑棋 黑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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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 对对对 现在 现在是黑棋 对吧 黑棋 这个 白棋找那个结 白棋爬了一个 对 黑棋把这个踢了 白棋搬进来 把这个脚吃了 但是黑棋把这个给抓了 他现在还没抓 先是走的那个什么 先是走的 把那个 那个 那个 给这个 走这个 他挡了一个 收了一气 对 在这 挡这个 这个棋呢 白棋如果爬这个 挡这个 再吃这个呢 如果这样 应该这个棋还难说 我觉得打结的问题 现在呢 他没走那个 应该 白棋应该爬这个 现在他是走的什么呢 他是走 黑棋走这个 对 他现在没走了 白棋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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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走这个 他沾了那个 等一下 白棋是打这个 打这个 然后他挡 挡这个 对 收气 他现在这差几气 对他走这个 黑棋是一二三四五五口棋 对 他是走的这个 然后 把这个 一抓 这个棋就输掉了 对 最后这样呢 就是黑棋 中盘获胜 倒下成这样 好 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最后 唐伟星 中盘获胜 进入了16强 是吧 对 谢谢大家收看 好 再见